今年全球温度异常 以今年三月份来看亚洲地区明显高温 就正是一个很典型的声音现象 而且还创下全世界三月份温度最高的记录 台湾今年也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 才春天三月的温度就已经像夏天一样 而且一路从三月延续到五月 气温都比正常值来的偏高 什么是声音现象呢 通常就是指赤道东太平洋附近 海水温度升高以及洋流异常变化 通常由南美洲西岸流向太平洋的暖流所引起 正常的海水温度是摄氏15度到21度 但是声音现象一旦发生 水温将会上升2到8度 密集的高温会使通常吹向东风的信风受阻 美国西部因此容易骤降暴雨 但是印尼、菲律宾、澳洲北部就很容易产生干旱 才五月就已经有七月的温度了 怎么会这么热 答案是声音现象再发威 赤道中部东太平洋附近海温偏高 让今年台湾春天的温度持续飙高 今年其实是一个年初的时候 是一个明显的声音现象还在主导 那事实上声音是从去年的下半年 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 都还是明显的声音的现象 那特别是在三月的时候 发威很明显 因为在一、二月的时候 都还有受到一些北极震荡 北方来来一些的那种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温度没有那么的高 可是当这个外来的这个北极震荡 震荡不严重之后 这种所谓的声音现象 通常就会造成这种中南半岛 整个温度就明显拉高起来 特别在印度、中南半岛 跟中国的西南 明显温度三月份 已经到达五月份的一个温度 高温不止出现在台湾 美国海洋级大气总署就公布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今年全球三月温度上升 创下史上最热的三月记录 中国西南部百年大旱 西藏经历自1951年以来 史上第二暖的三月 新加坡出现摄氏35度的 历史性高温 东南亚国家也陆续发出警告 往后发生干旱与埋害 可能比十年前还严重 过去全球暖化 大概温度比较高的几年 都集中在近十年左右 特别是1990年之后 就近20年 都是很容易就站上全世界温度 前十米或是前第一米 很容易 这个就是受到全球暖化 主要的这个影响 所以当一个季节 它只要没有一些明显的大型的这种 天地系统像台风 或是说像北极震荡 有一些冷空气或是封面影响 把那个都拿掉 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呢 那个月就很容易是很高温的 所谓的声音现象 是指赤道上空的风向改变 带动海水由太平洋西岸 流向东岸 结果温暖海水聚集在东岸 形成剧烈气候现象 这时候太平洋东岸国家 会出现不断暴雨 太平洋西岸国家 则是气候特别干旱 如果以整个大环境来看的话 从长江流域到台湾北部 这一块还是偏湿的 那另外一块就是说台湾南部 一直到中南半岛 那一块整个南方是偏干的 接下来三个月 声音的影响势力 虽然已经进入尾声 但是受到声音残存势力影响 北方高压强度提前减弱 能空气不应南下 东亚 南亚 印度的赤道地区气温 还会持续飙高 台湾5到7月的均温 预测仍然有6到7成以上 会往高温的趋势走